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烈印2019年2月22日22点54分联合报戏摄影中心记者于成汉及时报道SBL今晚在桃园巨蛋进行玉龙与蒲园的比赛,两队前三节战况胶着,蒲园离奇伟地 四节跳出来,单节得到8分,一度将比分追近,但玉龙吕正如在关键时刻再度挺身而出,依次利用队友掩护上篮得分,并要到犯规加罚,稳住球队领先,中场玉龙以84比79击败蒲园 玉龙吕正如左利用队友掩护上篮得分,并要到一次加罚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蒲园杨江凯尔又攻得全队最高的21分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蒲园离奇伟左第四节得到8分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玉龙吕正如又在蒲园杨江凯尔左面前跳投出手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玉龙杨江凯尔又在蒲园简尔如左面前跳投出手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玉龙林立仁中替补得到11分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